土豪包下整个体育场玩捉迷藏 奖品是100万美金 一共10位挑战者 究竟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呢 废话不多说 游戏开始 土豪几米开始倒数100个数 众人开始找地方躲藏 这个体育场可以容纳10万人 所以在这个球场想要找出10个人没那么简单 他们可以躲在体育场的任何地方 倒计时结束 100万奖金的捉迷藏正式开始 只见几米和海默两人前往绿岛头的方向奔去 100秒倒计时以后 有的人还没找到藏身之处 体育场实在太大了 这时几米跟海默说分头行动 一号小姐姐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藏身之处 小怪却说时间完全不够用 只能随便找个地方躲 剩下的人都说自己找到了躲藏的好地方 到底谁会被第一个淘汰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海默说我闻到了香水的味道 估计有人躲在这个地方 二号小姐姐说我躲在垃圾桶里 不信他们还能找到我 这也真是绝了 几米说我在这层逛了好几圈 没发现一个人 也不知道这群人躲哪了 因为显示吉米的行进方向有两个人 这位小哥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可话刚说完就被吉米抓住了 吉米用对讲机宣布 这位翻垃圾桶的小哥第一个被淘汰 小哥对着话筒说 大家一定要藏好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球场都藏不住 此时吉米已经找了一百多个地方 一个人影都没发现 看来这几个人藏得挺好啊 这位小哥开始偷偷联系吉米 给出别人的藏身之处 告诉吉米汽车里面有人 此时另外一位小哥 正在集装箱里面 吉米正在逼近 小姐姐说垃圾桶里面的味道得上头 都快让自己窒息了 吉米又邀请了五个人来找藏匿者 躲在垃圾桶里的小姐姐说 我感到了不祥的预感 吉米带着队友开始寻找每个角落 人多就是力量大 很快就在绿化带找到了一个人 同时海默这边也发现了异样 一位环卫工人有些奇怪 一直在原地来回拉着垃圾车 他们觉得垃圾车里绝对有人 而车内的这位 还觉得自己的藏身之处很隐蔽 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检查垃圾车吧 还说这种游戏是需要用脑子的 而下一秒吉米就花一千美金 搞定了工人 工人直接把他给卖了 吉米把他推到淘汰席 现在只剩七位选手了 选手们开始害怕了 有可能下一个被找到的就是自己 这时吉米宣布了场地缩小 体育馆六楼关闭 并给选手十分钟重新躲藏 藏在六楼的选手需要重新找地方 他们会躲到懒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讲 我们下期再讲